还有铁枪 还在每辆押运车辆的必经之路 增派了人手 分航通过查看实时监控 随时保护押运车辆的安全 我们启动了应急预案 就是在事前 我们紧急的组织的演练 分航押运公司 支航和营业晚点 四季联动 钱力工表示 通过演习模拟突发情况 押运人员在突发状况下的处置能力 得到了很大提升 目前低温冰雪天气仍在继续 银行将进一步加强安保工作 确保押运安全 下一步将会继续的加强黄放 快速处置